今天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說一下周凱薇 昨晚有說到她的病歷被人洩露 說完之後 已經有兩個人被人拘捕了 先說一件事 12月12日的時候 周凱薇工作室發佈一個庫告 確認了周凱薇12月11日 因病醫治無效去世 庫布發佈那晚 疑似周凱薇的電子病歷 就在社交媒體流傳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清晰看得到的 周凱薇在北京市信義區 在中醫醫院急症室搶救 年齡、病狀、病史 所有個人信息都清晰可見 周凱薇病歷而被洩露 就上了熱手 之後醫院就說 周凱薇真的在醫院就診了 但是不清楚網傳的病歷圖 是內部職工泄物 還是其他患者拍照的 昨晚也有說到 就是順義區衛健委 注意到這個泄露情況 就調查了 那麼 內地的消息就是 已經找到兩個涉嫌泄露病歷的人 就將他移交給警方 有人透露 就是涉嫌兩個人 一個人就是醫院的職工 另外一個人就是職工的朋友 那麼 涉嫌的職工已經暫停執業 醫院就等警察進一步調查結果 這個順義區這間醫院 其實 不是差醫院 有人說 在香港 即是 海美優在香港 他不用死 那間是 北京中醫醫院 順義醫院 來的 他是三甲醫院來的 他是醫療、教學、科研、康復、養生、保健於一體 如果你長期 老實說 長期有身體不妥的人 去這一類型的醫院 就好很多 那麼 電子病歷就是 醫院的病案科 是統一管理的 其實 之前不是全部都是用電子病歷的 2022年3月才推廣到 全醫院一起用的 電子病歷的使用管理情況 當然有記者就嘗試去問 醫院是不接受採訪的 還有 記者一問 周凱薇病歷洩露 然後 當然不跟你談 對不對 其實 國內的情況 這個也要說 就是 有些醫院是用電子病歷之前洩露過的 有哪些人呢 我昨晚節目就說過任答話 但其實2015年的時候 謝霆鋒病歷X光片都試過曝光的 疫情期間 還有什麼情況呢 就是 普通不是明星的病例的訊息 就放出去 舉個例子就是什麼呢 雲南有間醫院 工作人員 就把大量的病歷拍照 不是開玩笑的 是在雲南發生的 他拍照的病歷 接著就發去微信群 散佈公民個人私隱 結果雲南醫院的工作人員 就行政拘留了9天 這個電子病歷當然有好處 記錄了患者的病史 身體訊息 混診紀錄 好過子質病歷 可以提高效率 當然是有好處的 方便患者就醫 以及方便醫生看 這是絕對的 2019年的時候 對於三級公立醫院 國務院辦公廳 就將電子病歷應用功能水平 就納入了醫療質量的考核指標 這個數據的精度和標準化 就有要求 跟高價值高需求 一同出了來的問題 就是 數據安全問題 有很多公開報告都說 國內醫療行業的整體防護水平 是比較低 可以說是洩露私隱的爆發點 2021年的中國衛生法治發展報告 有說 多數醫院的電子病歷系統 就是在院內區域網 這樣共享 安全產品就是普通防火牆 結果 試過很多次爆發 勒索的軟件問題 還有 醫療行業 內部洩物的威脅 比其他行業高 還有 醫護人員 向外部人士 有優常提供病歷 裡面還有 金融訊息 用藥訊息 就要賣給別人 國內 其實有些事情是要改進的 不過 衛生部的電子病歷基本規範 有規範一樣 就是 住院醫生 主治醫生 主任醫生 病案 這些管理部門 都可以有權限去看病歷 根據每個醫院的實際情況 護理醫技 什麼叫醫技呢 就是醫療技工 這些崗位的人員 都可以進入電子病歷系統 規範是這樣寫的 相關人員要有專門身份標識 但是 內部操作 當然是 就這樣用Login 和Password 其實主要都是這樣 就是要用戶名 和一個密碼登錄 但是 現在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國內這些事情是很容易遭遇的 那麼 病歷被人洩露 繼續在生的人 或者其他親友 都可以起訴醫院 可以要求停止侵權 道歉賠禮 以及 就要一部分的精神損害賠償 即是你私自洩露這些醫療訊息 昨天我在節目中也有說 侵權行為 這些是違反了 執業要求和職業道德 其實在國內有執業醫師法 是寫得明 洩露患者私隱 可能會被 衛生行政部門要停牌 六個月到一年 嚴重可以 永久吊銷執業證書 劉利特侯說 將病人的病歷公開非常缺德 其實 真的不是那麼好 但是 結果就是這樣 Terry Jo說 為什麼要將其他人的病歷 放在網上 我也不知道 這些不是很妥的事情 滴丁說 香港醫院也有可能出錯 但是香港醫院比較少 將病歷公開的網職 很少這些事情 你留意一下 香港是很少的 真的 可以說我根本都不記得了 有人將病人的病歷 放在網上 我也不記得有這些事情 可能是一宗都沒有試過 我不敢肯定 滴丁說 是有權看 無權公開 當然是 他們可以看到 但是他們怎樣都不應該公開別人的病歷 這些是私隱 對吧 還有就是 周凱薇之前的病史 其實 他是否刻意隱瞞 現在有些人會這樣說 每個人都有些秘密 我也說 每個人都會有些秘密 你不想放在公眾面前的東西 就讓他放在自己私人的空間 對吧 揮日人類命共同體 想出名多人關注 手機 即時傳送私人資料上網 這種行徑 必須大力整頓 例如加重刑罰 可能監禁之旅 加強大眾教育 其實是要坐牢的 在內地 其實 為何 普通患者 新冠期間 他會拍攝那些 病人的病歷照呢 有些人拍了出來 其實就是 告訴身邊的人 新冠很危險 醫院良好 但是你沒有經過其他人的同意 你就不能把 病狀發給其他人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父親 就說 他本身做這件事 我估計 就是八下 不過一上互聯網 就一發不可收拾 Sam CWS 也感謝你的支持 現在講完這件事 我也講過了 訊息就是 他們的攝氏員工 停職了 應該暫停執業 職工的朋友 就管不了 Ritter Ho 就說 香港一定不會 爆眼裡到現在 都不知道有沒有爆眼 其實這件事 公眾有知情權 這就是 知情權和私隱權 有抵觸的情況 就是這樣 Kokimi 就說 不想說就不說 不影響工作就可以了 其實 有些人是不想把病歷公開給別人聽的 就算是藝人也是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PCHA就說 其實大陸醫院通常出這種事 其實有些人要知道內地有些事情 對這件事的概念是比較弱的 就是我的理解 尤其是那些名人 他有一個理論 就是那些名人 就是公眾人士 公眾人士 就是沒有私隱 這個說法 就 不是很適合的 這是 讀過禮的時候的說法 不過 在內地 就 很多人都是這樣看的 好了 算了 說到這裡 每次說周凱薇都很不開心 不過 星期五晚上的九鐘 再看看 那天是否有重要的事情發生 如果沒有的話 就說說一些娛樂的事情 就看看周凱薇 過去是怎樣 說一些八卦的事情 休息一會 在內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